有些人覺得寫一張靈魂伴侶特質清單的動作 有些太過正式或者一板一眼 如果你是一個不安排你出牌的創意分子 或者會覺得以彩繪、素描 又或者桃鴉來勾勒靈魂伴侶特質的方式 教得你心 接下來的故事就是發揮創意的美好例子 1984年12月我27歲 有一份充滿創意令人興奮的工作 和我合作的夥伴是電影和錄影帶編輯 以及電腦動畫繪圖師 我擁有一戶很正的雙層公寓 在外面有旋轉樓梯 專長裸露位於芝加江墨西根湖附近 一個多彩多姿的區域 工作之餘我是即興喜劇表演團的一員 身邊圍繞著一群愛玩的朋友 整體而言我的生活很不錯 但是我很寂寞 我看網友的盤 有個可以和我分享生活的男伴 我似乎用盡了所有辦法 和朋友的哥哥相看 透過生意夥伴的介紹相看 甚至和隔壁那棟的鄰居去約會 但是,老天爺,沒有火花 我退回到自己的單身生活中 對生命賜予我的一切 禮讚懷抱感恩之情 就算沒有夢中情人 也珍視我所擁有的福佈 聖誕節和新年更在眼前 我沒有約會,但也有朋友 我一直由團員和合作夥伴 共進晚餐將時間填滿 安靜的晚上,就讀一下心靈書籍 練習瑜伽 有一晚深夜,我翻閱著占星書 記得占星老師曾經跟我說過 有關走尋終生伴侶的事 他建議我拿一幅曼陀羅 以木顏色筆或默刻筆 為每一個細節的區塊賞識 同時說出或想著我希望 未來的老公具備什麼特質 我躺在睡房的地板上 眼前就是那封曼陀羅 彩虹般的顏色筆 就像一把線在我身邊攤開 白潭木線香燃燒的氣色 在空氣中飄蕩 我表明自己的意圖 找到和我共度人生的完美精神伴侶 我選出一支顏色很漂亮的木顏色筆 開始在一個小塊區域中賞識 專注地一一想著我渴望未來伴侶 應該具備的特質 在一塊空白中塗上紫色的時候 我在想我要一個對動物有愛心的男人 填上青色的時候我在想 我要一個欣賞我的幽默感的男人 我逐一輩子想 然後以一末彩色將空白填滿 鮮艷的綠色是 我想要一個對視者或者餐廳服務生 很和善的男人 寶石熊代表 對我在心靈上的追尋 抱持接納、開放態度的男人 一項接著一項 我為每個不同的想法 畫下不同的顏色 這個男人要跟我一樣 喜歡我某些在其他人眼裡 看來很奇怪的特質 還有最後 這個男人要跟我分享他的夢想 詹星老師說的很明確 我的曼陀羅越來越多彩 繽紛地述說著我看望未來伴侶具備的特質 想著我要一個電臂男的時候 我有點害羞 專注在這個特定的想法 為相對應的區塊上色的時候 我感覺不十分拍拉圖 想完色的曼陀羅看起來好像萬花筒 船窩狀的鮮艷色彩 構成了一個多重設面的寶石圖形 我已經對宇宙遞出訂單 跟著下來的事 就不到我管了 聖誕節過去了 我面臨到跨年夜 有位完全能夠討我歡心 又不想跟我只是朋友關係的男士 找我出去 也有一位只是想跟我做朋友的男士 對我提出邀約 兩者都不是理想的方案 於是我決定不如跟好友們一起迎接新年 職慶表演團的夥伴相約晚上十一點 在本地的一個夜店碰頭 我很高興自己跟他們共渡 而沒有之後為了跨年就跟某個人配成對 1984年12月31日 大雪紛飛的夜晚 我腦袋裡面 裝滿了健康的新年新希望 決定去健身俱樂部運動一下 我已經跟我的人生 達成和解 我單身 有好好的朋友 好好的生活 待遇優秀的工作 就算永遠都遇不到夢中情人都算了 我很滿意我為自己創造的生活 我開著我的禦龍小Centra 朝芝加哥的東岸俱樂部前進 覺得自己好像降珠台裡面的一伙降珠 在大街小巷裡面穿梭 幸好沒有在積雪的路面上打滑 突然撞到停著的車輛 毫不令人意外地 通常很熱鬧的俱樂部 空出了很多停車架 連櫃台小姐都很驚訝 有會員在這種寒冷的大雪跨年夜跑來運動 我一進入俱樂部 就火速衝去踩單車暖身 踩著踩著 我呆望著前方 很快就放空了 平日人來人往的俱樂部 鬧空成計 這樣才好 我沒有化妝 一向朝氣蓬勃的短頭髮看起來 就好像著巢一樣 突然間 不知道從哪裡沒有出一個很吸引人的黑髮男子 他跨上我旁邊的單車 騎了起來 他問 你打算踩多久? 我沒有心情跟他攀談 因為我很滿意我的生活 我答他說 三十分鐘 我真的沒有興趣開口 也真的希望他走開 不要理我和我的雀吵頭 他說 好極了 我要踩四十五分鐘 他的中式大眼睛對我微笑 我們談了一下各自的跨年計劃 我氣呼呼地回應他 他要跟一個朋友去參加派對 我跟他說 我十一點會跟朋友有約 我們交換了個名字 伴隨著單車的灑灑聲靈聲交談 我說好了 我要去一些伸展 很高興跟你聊天 我說完之後 就走去裝有鏡子的大房間裡 從假上拉下一塊箭子 開始做一連串的瑜伽伸展操 為能夠獨處鬆一口氣 這次是我最後一次做完面部護膚 就來健身 我看著鏡中的自己 紅潤的臉 在想 堅立式 泥坐式 魚式 有個人打開木門伸個頭進來 是那個中式大眼的男人 他說 你運動員想不想喝杯橙汁 我們相約洗澡之後 在用餐區附近的吧桌碰頭 神奇的是 洗完澡再加上吹乾頭髮 可以讓你的態度大轉變 我的情緒平復過來 去到用餐區 找那個中式大眼男霍華德 我們叫了橙汁嘉兵 在那裡聊天 他很甜 很敏感 很風趣 而且超級可愛 他下部打仰的時候 我們幾乎還沒趕得切喝完杯橙汁 我們交換卡片之後 訂了下星期三晚餐約會 我在芝加哥有史以來 其中一次最嚴重的暴風雪跨年夜 開車回家 口重的雪急速落下 就好像煎紙蓋在我的擋風玻璃 一回到家 我立刻梳裝打扮去跨年 乘的士看來 是被開著我的小進口車穿梭安全 天氣壞到難以置信 大雪擋住視線 眼前連一兩的士或私家車都沒有 我在雪地裡拖著步伐回到公寓 狂風呼嘯 睡兵打在玻璃窗上 我躲在家裡喝著熱烈烈的花草茶 看了一晚的馬克斯兄弟影片 星期三晚上 霍華德來接我去約會 他很有型 對我說的笑話很捧場 在我說到冥想的時候也沒有排斥 我們去了一間時髦的墨西哥餐廳 坐在搖色碧路附近 一直聊一直聊 共享美美街牛 又拿跨年夜癱瘋了的交通和大雪來取笑 他真的很甜 對服務生超親切 他愛小動物 熱愛武術 有隻叫小狼的貓咪 身為鼓手 他喜歡各種音樂 那晚真是個美好的夜晚 我們可以聊一整晚 我們自趣相頭 因為我們第二天都要工作 所以在十一點半打到回府 霍華德陪我去到家門口 和我吻別到晚安 好正的一個吻 我看著他原公寓裡的走廊往前走 當然啦 你知道的 他有性感電臂 從此我們就在一起了 他是我的夢中情人 我們是名符其實的靈魂伴侶 我很喜歡這個故事 因為它總結了主宰吸引力法則的幾個關鍵 在實現真愛美夢的過程中 蓋兒輕鬆愉快 滿足地過自己的生活 也都以喜悅盼望的心情 看待尋找靈魂伴侶這件事 而不是抱著有所需求的態度 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拯救你的人生 幫你擺脫債務 或者幫助你走出內心陰霾 都不是靈魂伴侶的工作 靈魂伴侶是一個朋友兼夥伴 跟你分享人生最私密的部分 這個人明白靈魂兩相契合的力量和美好 在你沒辦法的時候 也都可以為愛保留一個空間 我的朋友美恩 在努力尋找靈魂伴侶的時候 他祈求的是 我希望自己有多少幸福快樂 就要讓對方一樣幸福快樂 在講出這句祈禱前不到兩個小時 他遇見了六個月後 成為他老公的男人 時至今日 施隔十二年 他們還是百般恩愛 尋找靈魂伴侶的時候 盡你所能 保持心情放鬆愉快 你從來不用懷疑幫你點單的咖啡師 會帶來什麼給你 所以你也不應該懷疑宇 他就為你帶來真愛的能力 很快 超級美好 超級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